Helen is this walking fish? 自去年底Windows 11发布以来 各种大家期待的功能已正式上线 而最近Windows 11令大家期待的Android紫系统 也终于正式上线了 只要稍加设定就可以在Windows 11上 安装Android的应用程式 但是这个Android紫系统预设使用的应用程式商店 并非我们常用的Google Play Store 而是使用Amazon App Store 目前上面的App数量还远远不及Play商店 我们不一定可以在上面找到我们所想要的程式或游戏 虽然说你想要的话 还是可以将APK档利用ADB来灌在Android紫系统上 但就是不怎么方便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 如何在Windows 11上安装Google Play商店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方法 是利用GitHub上LSPOST这个账号 所制作的特别版Android紫系统 这个特别版的Android紫系统安装包 里面包含Magisk Root以及Google Apps 但因为它的本体依旧是Android紫系统 所以不能和一般的Android紫系统共存 若早已安装Android紫系统的人 需要先将一般的Android紫系统解除安装 OK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题 首先 我们要先来做一些系统设定 我们要先进到设定里面 找到隐私权与安全性 里面的开发人员专用将开发人员模式给打开 接下来我们要找到开启或关闭Windows功能 我们可以用搜寻的或者是到旧版控制台里面 找到程式和功能 点进去从左侧开启 开启Windows功能的视窗后 我们要确定两项东西是否有开启 第一个是Windows Hypervisor平台 第二个是虚拟机器平台 确认两个选项都勾选后 我们就按确定 如果这两个选项是刚刚勾选的话 系统会下载所需要的档案 等待设定完后 这边需要重新开机 接下来这个设定我把它放在最后一个 是因为在经过我的测试后 发现这个设定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安装以及使用 但是如果有无法安装的人 可以试试看调整这个设定 我们要进到设定里面找到时间与语言 然后点选语言与地区 将我们所在的国家地区改为美国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下载这个WSA的安装包 我们到这个Github的专案上 连接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进来后我们点选右上角的Fork 将这个专案连接到我们自己的Github账户 这边我们会需要一个Github账号 没有的人可能要自己先搬一个 在确认这个专案Fork到我们的账户后 我们点选上面那一排第三个的Action选项 并点选I understand my Workflows 来开启Workflow的功能 进入所有Workflow的页面后 我们点选左边的Build WSA 再到右侧点选Run Workflow 这边我们需要设定GAPP的变体 它有提供完整版、Micro版、Pico版等 这边我们选择Pico版及安装GAPP所需的元件就好 以节省一些空间 选择1按下下面的Run Workflow 它就会开始创建这个WSA的安装包 安装包的创建需要大约5到10分钟的时间 可以先放着去做其他的事情 在创建完后 这个Workflow旁边会显示一个绿色的勾勾 我们点进去拉到最下面 就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安装包 这边它有两个安装包 一个是给ARM架构的CPU 另外一个是给X86就是4位元的CPU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CPU来做选择 下载完后将文件进行解压缩 就可以进到最后一步的安装 但这边有点要注意 因为这个特别版的Android纸系统 其实就是直接安装在这个安装档资料夹内 所以如果在安装后将这个资料夹删除 就会导致Android纸系统无法启动 这一点要多加留意 下好离手学订好位置后 我们点进这个资料夹 找到install.ps1这个档案 按右键选择以PowerShell执行 稍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它弹出了一个视窗 我们点选继续 就可以看到Android纸系统开始执行了 等它出现了Play商店的画面 我们要找到Windows紫系统Android版设定 进去后将开发人员模式打开 我们就可以来登入我们的Google账号 使用Play商店来下载应用程式了 这边我就随便下载一个程式 向Google翻译好了 安装后我们可以将它开启 并且看起来也运作正常 OK 今天没那么没说啦 如果喜欢在影片下方帮忙 也订阅我的频道给订阅 OK JKZ See you guys